那今天怎麼會艦艇翻覆 結果這個意外這麼的嚴重啊 其實九九旅我講過 他們的代碼叫做鐵軍部隊對不對 這最能夠打仗的一個鋼鐵禁旅 那可是說實在話演習四同作戰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平安 祝他們能夠平安度過這個危機 那可是這一次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接下來的漢光演習 還有很多的時兵操演 那這次漢光演習其實有很多事情 跟之前的漢光演習不大一樣 我們這一次是最主要在七月份 進行時兵操演之後 九月份還要進行電腦模擬的兵棋推演 你很少看到說一個演習是什麼 時兵先上 我們之後再來兵棋推演 以前都是把整個計畫規模好之後 我再時兵再上場 那可是這一次為什麼會有這些改變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早上十點多的時候 共軍又來落台了 又來了 對 上個月六月一整個月份的話 他有十度來台灣落台 你知道嗎 包括他們的蘇凱三十 轟六 先十 先十一 還有運八 你這些戰機幾乎是來空中分裂四 你所有的軍種飛機都已經來飛過一遍了 對 那你今天到底來幹什麼 而且今天最不一樣的是怎樣 他今天來的時候是在北部防空識別區 我們之前看到的都是在西南防空識別區 這一次竟然來北部 那你就知道說共軍其實現在 他們也在試圖找出台灣的防空破口 他在這邊飛飛那邊飛飛 那幸好我們的空軍健而 每次都很快的即時上去就告訴你說 你已經到了我們五千兩百公尺高空的那個 識別區了 請你趕快離開這樣 對 所以我們每次都不讓他們有機可乘 那共軍他們也知道要知難而退 那可是我講說最近有一些不尋常的舉動 包括這一次說我們嘉義基地的F-16 加掛那個派龍架有沒有 之前我們的F-16戰機升空的話 都是四到六枚的那個空對空飛彈 這一次為什麼派龍架上去之後 他可以加掛到八枚 對不對 那幹什麼就是我今天就對付你的話 我可以空中纏鬥我可以增加 我一台對你三台四台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很不一樣 而且海軍的一九二艦隊 他這一次有一個康平操演 大家可能不知道康平操演是什麼 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一個布雷制敵 我們要我們萬象二行的那個魚雷有沒有 那個魚雷現在就告訴你說 我們可能要把它布在 你共軍可能會進來的一些水域 一些航道 我們要把它布下去之後 我們要兼備請給我們把所有的海域 全部安全讓你共軍的船隻 沒有辦法靠近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一次很不一樣 而且這一次陸軍的那個什麼 聯合兵種營有沒有 我們講說聯兵營 那聯兵營到底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聯兵營它主要是怎樣 它是結合了一些很多的一些 電腦模擬作戰 而且它今天要告訴你說 協同說以前我們的兵種 當過兵都知道 步兵就操列步兵 炮兵就操炮操嘛對不對 裝甲兵就操你的那個 裝甲運兵車那個怎麼 那現在這一次是怎樣 把所有的兵種有沒有 聯兵營就是把所有的兵種的訓練 全部集合在一起 對 所以你已經不是說步兵就只會 只會什麼五百拉鍊兩百拉鍊 你以後你什麼連砲兵裝甲兵的那個 你都要會用 對 對不對 那就是簡單一點 就是把你的訓練的跟藍波一樣 對不對 而且你要協同海空軍作戰 你知道嗎 以前獨自訓練獨自操演的 現在已經過去式了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聯兵營戰場數位化 要整合無人機 還要戰場徵收 所以我們今天國防部要講 我們只要派出一個贏的 就可以直接上戰場 就可以直接打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聯兵營上場之後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的一個兵棋推演 跟時兵演練的話 其實跟以前很大的不同 你知道嗎 我們這次講說我們要兵海決勝 對不對 要那個什麼攤頭兼敵 就這一次你也知道 其實中共以前 他說飛機繞來繞去 對不對 那都沒效 我說真的 他只是威嚇動好而已 你今天如果要實際 佔領攻領台灣的話 你軍隊要不要上來 對不對 你軍隊一定要登陸嘛 不然你天晚上下落下 你租一百次也沒效 台灣還是台灣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知道說 你如果要實際佔領台灣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 防禦敵人的方式 我就跟你講說 這一次最有名的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說說 兵海決戰 在海上之後 我們派出什麼 F-16 IDF 還有包括我們的濟洋艦 有沒有 他就開始遠程攻擊 你只要在海面上 有你的共軍的船艦或怎麼樣 一靠近的話 我們就遠程攻擊 要削弱你的敵軍的勢力 對不對 我們讓你的敵軍戰力交落 那削弱之後接下來怎麼辦 你如果靠近我們的海岸之後 F-16會加掛 前幾天不是講說 他已經裝了那兩百磅的災害 有沒有 他就告訴你說 我在低空投射那些熱煙彈 對不對 你如果要過來 我在海岸線 我就全部幫你監底 再不行的話 我跟你講 海岸線布滿了什麼東西 我們雷霆兩千的多管火箭 還有河灘裡面藏身的什麼 M109跟M110的自走炮 我形成一個火網對不對 你現在船艦靠近海岸邊的話 我這個火網就開始攻擊了 那你上來之後 包括我們的M1A2 還有那個什麼雲爆裝甲車 陸航直升機 再給你一波一波的攻擊 所以這個對海面掃蕩 對敵案攤頭尖敵的話 這就告訴你說 我們這一次怎樣 我們要寸土不讓 對不對 所以這次漢光生死六號演習 主要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的打擊力量 不是只有空優 你現在說你的飛彈有兩千多枚 對著我們所有的跑道 機場什麼東西你炸 那沒關係啊 那你炸完之後 你說實在 我們第一波尖敵 你也不一定佔優勢 可是你接下來 你要靠近我們這邊的時候 那你能夠有辦法登陸嗎 我們一波一波的攻擊 就是告訴你說 我絕對不會讓你 靠近台灣的領土 對 我們絕對不會讓你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一次 大家看到說 這一次的那個漢光演習 跟以前的所有的戰術 真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們這次有M1A2戰車 這個是配合台灣的 地形地物在走嘛 那還有那個什麼 刺針飛彈對不對 還有阿帕系攻擊直升機 超級眼鏡蛇 這些全部都搬出來的話 我說實在話 你中共如果真的要敢登陸 或者要實質占領台灣 不像之前人家講的 一些武統的那個鷹派將領 就跟你講說怎麼幾個小時之後 我就可以在台北街頭喝咖啡 最好是 你親才公共 而且那個時候他不是告訴你嗎 說你可以攻進嘉義 也不是弄了一張圖 說我可以進入實質占領嗎 對 後來我們不是網友也很有才啊 我們那個嘉義街道都路邊停車停滿了 你要進來有那麼容易嗎 現在不用啦 不用說你可以進來街頭 你現在連在海岸線 你連靠近海岸線 我們都有很實際的攻擊武力 對 阻絕擬於境外 那我想說最近真的是 中國印象平傳 沒台沒錢飛機又經常在繞 真的我也覺得很陷害 我今天想到這個 之前我們講黃岐帝母親 我們農民地打開作為一個 春牛圖 對 就告訴你說我今年適不適合栽種 是好年齡 拍年齡 看這個圖就知道 我突然想到說這個庚子 那個春牛圖又告訴你 庚子年來雨水紅 真的 第一句就跟你說這個雨水紅 這邊還有一個 大兄小弟 南鄉面 連你兄弟都很難碰到面 所以告訴你說 今天的災情有沒有很嚴重 那包括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有什麼天有意象 除了我們前幾天一直在講說 那個大雪之外 北京不是下那個 跟武漢肺炎那病毒一樣的那個 6月飛兵 對 飛兵 他現在還飛不完 新疆6月28、29號 還暴雪你知道嗎 他平均竟然積雪4公分 6月飛雪 淵啊 淵情重 到底有多大對不對 造成那個500隻羊有沒有 牲畜死亡 而且好幾百名那個遊客 平常6月的7月份了 6月底7月初 在新疆這種地方 怎麼可能會看到飛雪啊 對啊 他不會他就給你下這種雪 所以大家人家就講說 哇這個真的今年中國大陸 到底有多少冤情 沒辦法處理 對不對 在那6月底7月槌 還在那路大小 我真的是很恐怖 我能跟你講說 三峽大壩 你把它擋著之後 我山底滑洞這些土石什麼東西 全部都淹在 進霸體 霸體 哇好可怕喔 這這個霸體一直推一直推 你會不會把它推動 會 所以就跟你講說 欸這一次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危機啊 因為上游也出現地震 好啦那你說這個沒有關係 你說不怕對不對 那你三峽大壩為什麼現在持續 二十四小時一直在洩洪 對 二十四小時洩洪喔 對啊 他洩洪不停的你知道嗎 而且他造成你知道嗎 除了他在洩洪之外 你知道說安徽省 安徽省境內有三百多座水庫 你知道嗎 他也超出那個洪水警戒線 他也在拚命洩洪 而且還加速你知道嗎 現在那個六安市 很多村落已經 村莊已經整個被淹沒 九千多人疏散欸 所以我的剛才 你看那個水流真的嚇死人欸 這個房子 而且我跟你講說 北京啊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中午 已經告訴你說 現在陸遜以來的最強降雨 連北京都有最強降雨 長江流域整個泡在水裡面 現在的遜期往哪裡走你知道嗎 往黃河流域走 又往黃河流域走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長江黃河兩條都已經淹成這樣了 那你覺得接下來 中國大陸會怎麼樣啦 那我是講說 中國大陸 等一下就要求了 你現在重慶 四川的遜期 從七月開始 那你現在水已經淹成這樣 進入遜期之後 會進來有洪峰你知道嗎 洪峰來的時候 你知道中國大陸他怎樣做 他的做法是什麼 他有什麼作為嗎 如果是台灣的話 這是不是測村 遷蹤或幹什麼 或者你要加強防禦公事 他們不是 他到目前為止告訴你 他有一個溫馨提醒 溫馨提醒 他的溫馨提醒 我就跟你講說 你溫馨我嚇死 對不對 真的 每個人還在溫馨提醒 跟這個時候 他的溫馨提醒 你看到你的膽症心經 他告訴你說 四樓以下的居民 要小心提防 四樓以下都要小心提防 你跟他說這個都溫馨提醒 真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中國大陸 到目前為止 天災人禍不斷 而且現在還出現 這麼多的天有意向 那你還有空天天來共軍落台 你在落什麼 共機落台到底在落什麼 沒關係 我們就是那個 漢廣演習 三十六號演習 我覺得說今天雖然第一天 有發生一些 不幸事件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們玉敵啊 要重演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告訴老百姓說 演習四童作戰 我們現在 只要扎扎實實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要對政府 防禦老百姓的生命才的安全 要有信心